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惊悚恐怖电影 猫看见死亡的双眼 影片的刚开始讲述的是女主在一家宠物店工作 她正在给一个浑身没有一丝杂色的小白猫洗澡 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这个小猫咪 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 她肯定是非常有爱心的 过了一会儿一个胖女人来了 原来她是小白猫的小猫 她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 看来刚从超市买完东西 老板也很热情的过去迎接 看来这是老主顾了 女主这个时候突然察觉到一个黑影从窗户上闪过 窗户上留下了两个手印 想想也知道要出事 女主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又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她竟然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这一下子可吓坏了女主 估计是她眼花了也没有怎么在意 画面一转 胖女人正准备乘坐电梯 可是没想到电梯竟然卡住了 怀中的小白猫也开始显得暴躁不安 抱女人的老公看老婆还没有回来 赶紧就去外面看看 结果她刚走到电梯口 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 就听到电梯里传来手机的铃声 这一下子她就慌了 把电梯打开就看到了胖女人躺在了地上 神色显得十分惊恐 看来在死的时候不知道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而女主这一边正在医院里做测试 原来女主从小得了幽闭恐惧症 只要一进入封闭的环境 她的病症就犯了 而医生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建议她一直买药吃 女主这一边路过胖女人家 竟然看到了有警察在那里 她直接跑过去询问她才得知胖女人死了 而警察希望女主暂时照顾小白猫 女主非常喜欢这个帅气的警察 所以就欣然答应了 女主把小白猫带进了老板的店里 可是老板也很害怕 她说小白猫跟着那一家人出事了 坐在店里肯定也不吉利 所以让女主把小白猫带到自己家里养 女主本来就很喜欢小动物 把小白猫逗得跳来跳去 和小白猫闹了一会儿 小白猫竟然发了脾气 躲到了床下面 女主傻笑着把小白猫从床底下拉了出来 可是小女孩这个时候也来了 直接就把女主吓了一跳 女主去寻找医生 可是医生却解释说 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还是说药不够 得多吃 只能用药物为吃 看来女主也就到这儿了 这辈子别想治好了 过了几天 女主和闺蜜一起去流浪动物救助站 去领取猫咪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叫小毛 而女主后半夜就开始做噩梦 她梦到了自己的老爹在阳台上吃饭 一会儿又梦见了那个可怕的小女孩 女主感觉自己是精神上的问题 必须得喝药了 医生说的话在她的脑海里回想 想要治好病就要多吃药 好像喝药之后好了一些 第二天女主又跑到了闺蜜那里 闺蜜领养猫咪 纯属是想让猫咪听自己的话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可明显闺蜜的技术不行 并不是让小猫吃好就行了 把她照顾好也是一件繁琐的事 闺蜜非常生气 就准备教训教训小猫咪 可是这个时候小女孩来了 闺蜜自然就领了盒饭 女主这个时候刚进了电梯 她的幽闭恐惧症就开始犯了 闺蜜的男朋友也来了 她怀疑 为什么两个人都在那里 闺蜜出事了 而女主却没有出事 女主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女主在家做饭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手指给切了 小白猫竟然舔着她的手指 女主感到很奇怪 她感觉一直把小猫养着 也不是个事 所以就打算把小猫送回去 可是到了胖女人的丈夫那里 她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个小猫 她说妻子自从把小猫给带回来 整个人都变得很奇怪 经常说 好像有个小女孩在她家里转来转去 而自己这边又没有办法 所以她就只好把小白猫扔在了路边 在回去的路上她碰到了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好像脑子也不清醒 经常迷路 她的儿子对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而闺蜜死去以后 她所领养的那只猫 就被救护站的人带走了 小猫是一个残忍的人 她直接对这只猫进行了安乐死 正当她准备把这只猫的尸体火化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直接就把她勒死了 女主和闺蜜的男朋友来到了救助站 居然看到墙上贴着很多照片 全部都是小毛杀死的猫 原来这个家伙已经残害了这么多的生命 他们跑到火化楼边上 打开之后 小毛已经变成了交叹 救助站的另一个人说 闺蜜领养的那只猫是在一个公园里捡到的 胖女人领的那一只 也是在这个公园里捡的 而死去的这些人 都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 所以女主继续调查 她到了一个小区之后 这里的很多居民都投诉 所以相关的负责人 就把关流浪猫的锅炉房给关闭了 这个时候 女主的老板打来电话 原来女主这迟到早退的状况 让老板很生气 她让女主赶紧回来上班 挂掉电话之后 没想到小白猫竟然在宠物店的外面 由于老板的作法 小白猫一动手 老板就领了盒饭 女主又碰到了老婆婆 老婆婆说 她要寻找她的孙女 小白猫带领着女主找到了锅炉房 孙女的尸体就在里面 原来孙女经常找流浪猫玩 那天锅炉房被关闭之后 小姑娘也摔了下去 直接摔晕了 最后女主去看望了自己的父亲 她的幽闭恐惧症也变好了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她告诉我们 一定要好好关心爱护动物 不要随便丢弃他们 他们也是有灵性的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